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委和市政府对40名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进行表彰 香港和和实业有限公司主席胡应香入选名单 胡应香在10月1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刚得知自己获奖非常开心 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深圳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以及全中国40年的沧桑巨变 我高兴到不得了,当然我的奖章我多到不得了,那个不是紧要 最紧要的就是我见到,即是14亿人能够起码的生活水平是远远高过40年前 世界历史上都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这么短时间能够做到这样的水准 胡应香对深圳发展贡献良多,他是港洲澳大桥故想第一人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号角吹响,他开始研究珠三角地区 并和当时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进行多次讨论 20世纪80年代,胡应香所投资建设的项目几乎都跑在了时代的最前端 如新建当时亚洲最高建筑和合中兴,筹建改革开放后 内地第一家合资酒店,广州中国大酒店,投资内地第一条合资高速公路等 对自己说,你现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可能一百年后会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但你万次你都要起头,我跟梁湘说起头就要做这几样 所以后来我们做了联检大楼,做了这个黄江口岸的通车那里 这两个都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通关口来的 还有做了港芯高速公路网,虎门大桥那些 另外做了两个发电厂,沙角B厂和C厂 所以我昨天看见现在深圳的GDP比香港还大 所以我觉得很欣慰这里,但是我坐在那里 我当年估计是要一百年,根据日本的经验 它现在四十年已经做到这个水平,所以特别开心 胡云翔认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真正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命运 1978年前,中国内地实行国家分配工作制度,民众工作积极性不高 而改革开放政策改变分配工作的制度,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最大程度的发挥了人才对社会的贡献,多劳多得 胡云翔认为,这是深圳成功的关键 在深圳这个成功的关键 其实就是邓小平当年打破了劳动局分配工作的关键 而这个人才发挥那里呢 胡云翔直言,深圳在过去四十年创造了局势罕见的经济企迹 而未来深圳的发展只会更好 香港年轻人应该拓展视野,不能直居现在香港发展 而应该放野内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因为这个我相信国内是香港年轻人的前途所在地 而这个大湾区的发展出来的规模更大 既然有这个惯性在处 还有一个既定的政策,稳定的政策 这个将来的发展是不得了的 香港的前途就是你肯不肯跟进这个区 譬如你自己更高傲的 对自己本身的缺点,你不改善的 这个区继续发展,你就落后了 而这个区呢,为何呢? 它面向世界后面有十几亿人的支持